嘉義科學方区在22號當初開發 李維丹明文以及創意的立現場感到行為 吉台未來科學方区是嘉義最重要的產業苦路 也是嘉義發展的中心 吉台一期就最順利 經望未來有二期到三期的確定 意義 共同的打招 我想剛才管長特別跟大家說過 不然你在做管長的時候 就一直希望嘉義有一個科學延期 因為我們親愛說家義不在中部不在南部 經政院中央人在關心中部都到分岩 如果在關心南部都到台南 所以家義都去往跳過人家不記得過 所以中部科學延期為台中做到分岩 南部科學延期為台南去 一直到古航用賓棟 家義都沒有 所以我這樣想在管長的時代就去政策 馬政府就是帶我的爭取 家義科學方区 經過立任管長丹明文 中法官 翁張良 以及立委蔡宜不斷的接力政策 終於在22日方区由 行政院長丹建林來當初開發 蔡宜不料 嘉義科學延期有一段很長的歷史 當年以在立法年 當年立委創慶豐助理之時 丹明文就稍為創慶豐全去開會 希望中科世紀有機會 路在家義 但是路空接觸到年 政策科學延期在家義 將沒有放棄 丹明文甚至在馬英九 這段時代也立即進出 我們把陳委員說很壞 我們把他說不行啦 一定要回來 那時候就說一定要去 本人一定要到 那時候的婚姻太重要 所以在那個規定 我們就知道嘉義當時在進出 科學園區那時候是中科世紀 然後那時候後來被惡靈拿去後 在這個科學園區和嘉義就不會輸長十年了 後面也沒人在說 一直到有一次我們王美花 部長和蘇貞昌院長來到馬粗 在那個買到 未來嘉義的產業的一個佈局的時候 在蘇貞昌就要離開那個公家 我們陳委員就把翁長 我們的縣長和我帶給他 後來就衝到蘇貞昌那邊 不要讓他拿車 那蘇貞昌也說 還有什麼事情 因為他覺得 我們之前都說的他 就有跟我們 一名麻將 陳委員就說 沒有啦 就有科學園區啦 那是當下的 我做真的 我也不知道說我們的書院長 是因為趕快走 跟我們答應 還是真的 真的想說 就要讓嘉義這個科學園區 所以接下來都過不多久 我們翁長縣長 跟陳委員 都跟我們接著 都來行政醫 在當時我們 跟院長再做一次報告 然後他 兩位咱面問以及蔡議員 在現場感到 現場 期待未來看方向 是嘉義最重要的商業部落 也是嘉義發展的重心 期待一期就最順利 更加望未來有二期三期的特典 細心情報超頻動 概觀 蔡永博德 中文字幕提供 店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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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隊長 都在甲田 1 3 1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自行车子 赞 Yoohoo